恭喜發財新年進步苦苦生威 今天是2022年2月7日初七人一 所以也在此恭祝各位Happy Birthday 今天想藉著這個塔尖亂林星盤分析 去分析一下摩蕉座的火金盒 因為看到火星和金星黏得好 基本上它們已經是冷卻一塊 發生一個conjunction合相的相位aspect 然後這個火金的cluster 這個合成體就在六分相餘座的木星 什麼叫六星呢 這個sextile的aspect 這個相位 即是在一個圓圈裏面 這個火金和木星的相距大概是60度左右 這個摩蕉座的火金盒 六分相餘座的木星 究竟會為全人類 帶來一個怎樣的美麗能量 是非常之美麗的 OK 但是說真的 這件事其實就不是說 今天7號才開始發生 因為 我以上剛剛提及的相位 其實呢 早於 你當年初一開始已經有了 然後一路去到 你當年28 不是 這個不是叫年28 你當到月尾 這個二月的月尾 都仍然會在 所以 我以下去 描述的能量 就會維持整個二月 OK 你們就要好好去爭取 善用這個機遇 但是呢 在我做這個星盤分析之前 又一起去看一下 客人過往給我一些什麼 好評 好評如海嘯 OK 所以我們 馬上去片 喂喂 麻煩你 我提供給你那個 其實是我的同事 我之前 你做之前 當然是沒有跟你說 因為就不斷影響判斷 但是他聽到其實 都在說 是挺準的 因為其實他就 希望 究竟不是那個人會叫拜拜 所以他都覺得 其實是八九成準的 他都說到他內心的狀況 所以 謝謝你 希望這個 都是給你一個好的希望 還有 反正的說明 因為那個人 我們都覺得他 一直都覺得很快被人解僱 那你那個都不謀而合 說他自用拜拜 明白明白 哎呀 好清晰啊 你真的說得 因為 其實我反而 更加開心是 我們的關係 令到他 感覺到他 這個我覺得更開心 因為他的人 真的 他會 好像給了一些 希望 或者給了一種 positive energy 給他 還有 真的要謝謝你的 因為有時候 我自己亂想 好像 我剛才發了那個 錄音給我 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這兩衣服 我有動盪 比較厲害 之前呢 就算他複少一點 我也沒什麼 但這兩天 是這兩天 所以就有點 sensitive 但是 對 加上你剛剛的節目 我就 完全 Be confident 多謝你 Thomas Thank you 我聽完之後 就是聽完你剛剛的結果 我是更加 安心 認真 還有 嗯 Be confident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認真 所以你今天說了這個advice 馬上令到我 信心提升了 Okey dokey 言歸正傳 好了 剛才提及的上位 火金合摩傑 六分 目相魚 究竟會為大家帶來一個什麼的機遇呢 就是 學藝術 OK 這個二月 是一個好好給你去 學藝術的 就是 多謝這個能量 去開始學藝術是一個非常好的吉時 OK 不過呢 我首先不要說到這個是一個外來的機遇 對 就是 因為 你現在開始去做這件事 會有一個幸運的 但首先你去問回自己 OK 不要往外尋找 你去往內去 去 去聆聽 喂 其實這個二月 因為 我說了 不是說二月七號才有這個上位 其實早於二月頭 已經有的 OK 那你問一下自己 由二月一號大聯賽一路到現在 喂 最近呢 有沒有一些忽然之間來的願望呢 是很想去學藝術 即是很想去畫畫 去唱歌 去彈琴 去跳舞 對了 那有沒有一些這樣的衝動呢 啊 如果有的話 其實你要多得火星 火星入旺是摩揭了 那它會為大家帶來一個 就是 慾望 因為我們說火 是不是 好像以前 小林竹 那邊的漲爆 都說 心中要有一團火 OK 這個火呢 就是推動你 你真的會忽然之間 最近很想很想去 有一個很強烈的衝動 要去接觸藝術 然後藝術呢 其實就是體驗在 金魔傑 和木雙魚 所以呢 你說是不是天時地利 任何東西都夾了 有時候 外面有一個機會 放在這裡 即是一個外面的 星象能量 那你都要去爭取的嘛 而 正正就是 因為這個火魔傑 它就幫你去 點燃了這個火 你都真的很想去爭取 所以呢 這個二月呢 你自己又想 然後這個上天也都給你的 那你都夾了 是不是 那句說話叫什麼 即是 基本上 你當有人去送禮物 那你都願意去開門 去接收這個禮物 那你們就合適了 後浦與著之分 兩方面都有這個意欲 所以呢 這個二月 是大家好好去開始 學藝術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二月尤其是好呢 現在又說回外面的能量 因為現在 看回天上的諸星 諸星皆順行鐘 因為我們經常很怕 那些什麼 Retrograde 那些水星逆行 什麼什麼星逆行 我們一聽到那些逆行就很怕了 咦 現在難得是諸星順行鐘 即是你在這個時段去做很多的事情 都會順順利利 一路順風順水 OK 好 不過呢 記住 原來這些forms of art 就不是任何的藝術 根據這裏的聲張 它就不包括一些很新興的藝術 我不是說歧視 但是 我等一下會解釋 例如有什麼比較新興的藝術 我當作樂器的話 Eukleleet 都比較新興 對嗎 或者 Rap Music Beatbox 或者沙畫 這些都比較新 OK 原來我剛剛提及這個學藝術的很好的能量 不包括新的藝術 它是說一些比較傳統的藝術 例如 我喜之王 江琴 大大琴 呃 呃 唱歌 呃 或者越古典越好 或者唱Opera OK 唱越劇 或者普通畫畫 掃描 跳芭蕾舞 原來我今天所說的這個美麗藝術的能量 只是在於一些很古典很古舊傳統的藝術 為什麼呢 因為 現在火金在摩蕊座 而摩蕊座一向都是一些古老石山的傳統 一些很傳統的東西 一些標準的東西 OK 然後 同時在 雙魚座的那個木星 木星是古典七星之日 日月金木水火土 因爲海王星 因爲海王星在現代簽星是雙魚座的那個守護星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所說的那個星像能量是牽涉到海王星的話 那可能它都會包含一些現代的藝術 但是因爲 木星 這個情況就是講回 都是那些classical arts OK 所以因爲我剛才講過 甚至你去唱Opera 京劇 粵劇 那你快點去做吧 所以大家去問一下自己 在這個二月之 即是 今天之前 或者你們接下來 如果真的分型之間想去學一些傳統的藝術的話 那就麻煩你們去做吧 那都會時半共培的 雙魚座 盡ryn 雙魚座 一用 雙魚座 關的工具 stud